我经常看你的视频 谢谢 学习了很多客户 又学习又害怕又紧张又放松 又紧张又放松 五位杂成 真的是这样子 看了又放松一点点 又担心不太懂 这个是22年的 这个是24年的 对 这个是最新的 这个是最早的 还有一个是中间的 没变化呀 没变化吗 你看这 这个是以前在另外一个医院体检的时候 它写的是六成六的 这种磨玻璃节节测量不准的 它都密度很低 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 这密度多少 负七八百吧 就高不高 不高 而且这个节节密度很低 看到吗 不能排除原胃癌 但是可以继续观察 没变化 密度又低 我之前在中 那个又说是有癌症呢 就是原胃癌嘛 它不是 然后这边又说是MIA 微 微净润 那微净润不是很 跟原胃差不多 它更像是原胃还是像那个 更像原胃 那这种要多久才能够去观察 我听你视频很多 有可能 但是你不做手术就要一辈子观察 那做手术的话 那个不做会不会突然间 不会突然 你看这么长时间 它也没突然 这个危险度有多高 没危险 没危险 只要定期复查就没危险 半年到一年嘛 这不是确定不好的一个阶级 我考虑是不能确定 但一个这种情况下 现在你这种手术好 还是不做手术好 我建议继续观察 继续观察 就是危险度不高 这个有点担心好久 我在每天晚上睡不好觉 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担心 不怕是突然间 这是半年还是这样一年 你只要按照我的时间 就不会突然变 就行了 现在如果做手术是断切还是 切切 切一点点 就是切一点点 好吧 那其他有注意什么吗 没什么注意 就记住定期复查就行了 那我还有一个 看看有没有一些变 其他的一些有没有 没事 其他更没问题 就是前一个月的 我把最早的和最新的看的就行了 中间的没意义 CT做太多也不好了 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吃点 是 其他有什么要问的 我自己不记得的东西 就不担心就行了 是吧 晚上睡不好觉 别担心 谢谢 那我就再次确认了 不 感谢